好,知道大家都說很想 因為我們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第一天上班 就說想見一下兩位局長和副局長 所以安排他們出來跟大家見見面 才讓大家拍一拍照 接著就可以回答大家一點點問題 嗯? 蔡西在後面 喔,應你們要求,想我們 是不是在左邊、右邊? 中間拍完之後 看一看這邊,左邊這邊 接著還有那邊 後面,後排 再看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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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右邊拍一張 OK 有位是否新進來,想不想拍一張?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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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去找一个副局长 在过往的记者问我 我也是这样回答的 今天我也会这样说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进来政府工作的同僚 第一件事一定要是对政治的工作 是要有兴趣的 当然最重要的也是他有这个条件 去进行有关他一个副局长的工作 对于政治和政策的工作都有一定的认识 大家会认识到启明 他是有长期的工会工作的经验 亦都有地区工作的经验 特别地区工作的经验一定是帮到我 因为我没有做过区议员 亦都没有正式所谓在地区工作的经验 我这么多年都是做政策研究的工作 所以这些经验来说 对劳福局对于我作为局长 去帮我一起在劳福局的工作 我相信是非常之有帮助 当然因为在政治的工作里头 是很多的工作和立法推动政策 都和立法会的工作是有关的 作为副局长 有立法会的工作的经验 亦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资产来的 所以找启明去做副局长 很多人问就是谁选的 就是答案很简单 当然是我选的 所以就是找启明去帮忙 不如时间不要我讲太多了 让启明跟大家讲几句 各位传媒朋友 我很开心可以加入这个问责的团队 去为我们继续在不同的方位上 为我们香港的打工仔 以后我们香港广大市民继续去做事 当然我也很不捨得 我们在立法会里面的不同的同事 包括我们的公联会自己几位的同事 更加是不捨得 但是在新的崗位 我们会一直秉持我们的初心 为我们香港的市民去谋福利 这个尤其是我们是会着重在一些我们之前 我自己都是很想心的一些的项目 包括一些的 如何面对香港现在的失业的问题 如何可以令到香港的整体市民 尤其是打工仔的生活的环境可以改善 我想会在新的崗位路继续和局长 以及我们整个的努复局的团队 以及我们几个不同的公务员的同事 去继续去做好我们的工作 令到我们香港市民的生活质数不断可以提升 是的 预下的时间是 局长和副局长都可以回答大家几条问题 那我们就前面先 电台这位 讲讲你是哪位 讲台的 想问回副局长先 先想问回 因为也有一些民主派的议员 就说你对社福的政策 就不是特别熟悉 你自己会怎样回应 另外就是也看回立法会的一些片段 你以前和局长都会有一些火花 看回一些报导 你也有说过局长未必是这么接地气 想问一下在日后的合作上 你们两个 你自己会怎样看两个人的合作 还有你是不是都认同当局的政策 所以才入局 而当初为什么会有一些批评 谢谢 谢谢 多谢各位港台的同事的一个提问 当然每个人有他的特别擅长的地方 都有他可能没有那么特别好的地方 那我会将我自己在工会 或者是和打工仔 见到他们的问题 知道他们的关注方面 将他们的关注 会带给大陆政府 在我们内部去讨论 当然一个整体的政策 不会是一个人去做决定 整个团队 包括局长对于福利这方面 特别是上手和有经验 我想大家可以取长短 互相合作 会对于我们整体努力的政策 会更加完善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支持这些 即是你是和局长的一些 一些 OK 我想在不同纲位上 会对同一件事 或者同一个人 有不同的角度 但现在 我们当然是 当时是 作为议员 对于局方有任何的批评 我们都会尽量去提出 那现在我们 局长当然我们会继续和他去学习 希望呢 对于整体 政府的施政呢 我都要了解更多 因为呢 作为立法议员 都虽然对于政策相对熟悉 但是都对于是整体的里面的运作呢 我们都要去学习去了解 当然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机会 去令我更加了解政府里面的操作 好 给后面那排女士呢 是两位你们好 申请电台的 首先想请问 刚才局长都提到 就是你自己去选 和副局这样 想问一下其实是否涉及 就是和副局自己去 申请这个职位 或者工联会去推荐你 才令到 就是局长可能 就是选择你 另外想问一下 就是有些意见 坊间有些意见 就质疑 今次会不会是 就是会不会是 政治囚容 或者会不会是 政府想安抚 建制派的一个做法 你们会怎样回应呢 另外想问一下 就是何副局呢 就是你本人 在这方面也很有经验 你觉得 会不会觉得 在劳福的一些政策上 无论哪些方面 你觉得是特别不完善 或者其实你最希望 最快可以推动到 哪些方面的改善 谢谢 正如刚才我开始都说了 当我知道我本来的前副局长 就是会调遷 升去做民政局局长 这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要想 那我应该找哪一个 去做我的副手呢 就是在考虑 当然在社会上 不一定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考虑 第一个我想的 而是觉得是适合的 就是何启明 所以 那个的选择 和决定 都是由我作出的 考虑这个问题 正如我开始所说 最重要就是 他对政治的认识 兴趣 投入 和在政策上 他有一些过往的经验 工作等等 都是作为努福稿副局长 我觉得是重要的考虑 当然是有不同的政治的背景 都是我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不过作为在政府的工作来说 实际上我一直都是持这个看法的 就是政府因为在立法会是没有票的 所以政府是需要和一些 我们叫做友好的团体 友好的政党 都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的关系 当然 当中是包括了合作的关系 不过这个不是今次去找何启明的主要原因 最想做的政策推动 都是这位记者的提问 对于我之前我们是 都是很多的 对于龙幅很多政策的有意见 当然这些意见 我会继续带回到局局里面 和大家一起讨论 当然包括现在面对这么高失业率 已经超过去差不多到65 的这个失业率的情况之下 如何去保障香港人的饭碗 这个是大家很着急的问题 保障月计划 我想我们即将会是 现在还在申请中 即将我们都会有一个检讨 以及一些临时工作的制造 如何可以更加好 令到香港市民 可以在这个疫境的时期 可以去度过 这个是很关心的 当然我们地区上面 很多市民都是关心 2元成七优惠 何时可以真是落实到 到我们的60岁市民那里 当然这个我们都会在局局里面 希望可以有点了解 希望可以尽快可以推出来 令到更多的市民受惠 好 先给那边那边那边那位男士 接着我回来 你好 东方日报的 就是想问一下 何副局 之前你做议员的时候 工研会都很多次说 要局长去设立 紧急失业盘助金 当时局长就是 企硬 想问现在你入了副局 会不会继续积极推动 或者觉得有没有机会 会落实到这件事呢 谢谢 多谢我这位 这位东方日报的同事 几个提问 失业的问题 在香港现在 大家都面对的问题 大家都感受到这个情况 失业援助金 是一个重要的措施 如果是落实得到的话 是直接帮助到 失业的人士 当然我们政府 是要更加去 更加阔地看 整体如何去帮助到 香港各种有需要的人 当然我们会继续在内部继续讨论 都会听各个持份者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 可以在这个失业的情况 失业的浪潮之下 可以令到香港市民 可以有个饭碗在那里 大家觉得可以安心在香港居住 这是最重要的 嗯 好 回来这边前面这位男士 是何富国你好 是NOW TV 有三个问题想问 第一个就是 其实坊间很多人都质疑你的能力 包括你的英语能力 其实你觉得 今次进来政府 如何去告诉别人 你的能力是可以胜任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其实工联会之前 多次都批评政府 有人就觉得 其实都是和政府 一个对立的场面 那你现在加入了政府 是不是背弃了打工仔呢 你现在的立场是什么呢 另外就是 刚才你说到 要补就业 临时工作等等的条件 但是你还是没有提过 失业换助金这件事 其实两个星期之前 你开这个工联会 那几招的时候 都说到 政府要尽快做 那是不是现在的立场 已经不同了 多谢你的提问 刚刚我想 你听了东方同事的提问 就知道 其实我们也是会 十分之关注 失业的情况 如何去处理的 当然失业换作金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是否可以做得到 这个是 面对 令到失业人士 在香港是可以有一个舒缓 这个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们在局里面 会继续去讨论 都希望 怎样可以做成 这个我想 是要听辞愿者 以及我们政府内部 要继续去讨论 至于我个人能力的问题 我想市民会有功能 尤其是在过去的 这么多年 我整个工作 大家都可以公开监察 大家可以评论 我们就交给市民 去做一个功能 还有问题 是否贝起责 我想我们现在 是在不同的岗位上 继续为打工仔 继续为香港市民去教育服务 所以在不同的工作上 不同的岗位上 都继续去做 如果你这样形容 是贝起责 这个我很难理解 好 跟着前面这位女士 跟着后面那位男士 两位好 商台 首先 今次也是第一次 有现任的立法会议员 加入敏澤班子 想问其实何副局 你本身都是人力资源panel的主席 就是在审议延长产业的那条标 想问一下 你今次加入政府 其实有没有影响到立法会的工作呢 或者中间其实有用了多少时间去到 就是过渡 理训立法会工作 确保不受到影响 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 就是 都想问 其实今次加入了政府 其实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是不是现在疫情之下 这个保就业计划 其实你现在加入了政府之后 有没有信心可以做好这个计划呢 另外也想问回罗局长 就是其实都有很多声音 就是说今次委任何副局长 就是为了安抚建制派在区议会大败 其实有没有这个考虑呢 麻烦 不如我回答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何启明不是第一个现任立法会议员 加入政府的团队 现时的陈茂波司长 当年还是新任立法会议员 不过正如刚才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不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至于你的问题那部份呢 基本上我想都没有想过 和区议会选举有什么关係 接下来给启明答 刚刚可不可以 港东市的关系 你确保对你现任立法会的工作 是没有任何影响 你现在去转变整个班 我想整个 无论哪个同事在立法会里面 都是根据议事规则去 进行一个审议的 无论我在位或不在位 我想整个的操作 都是根据议事规则去处理 所以这个在我手上的工作 已经交接了 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同事 一起可以为我们的 労福政策去做好 尤其是现在可能 最快上来就可能是铲 所以我想 希望我们的各位 立法会同事可以 为市民一起去做好 我们香港的労工的政策 黑三跟前面 RTHK The government has once again appointed 二 new secretaries coming from the pro-government camp Mr. Ho yourself included Do you feel like your appointment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government's favoritism as some critics have said and how would you convince the public that you are fit for this job and secondly as a former legislator you've questioned the secretary Mr. Law's policies in the council and also had a few spats with him in the past so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current boss and are you confident that you could work well with him and thirdly with unemployment reaching a new high recently do you have any thoughts or any plans about how to bring down unemployment in the coming months and will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rolling out a third round of relief measures for the city's workers I would say I would say the last question you leave it to me for the first two there are a lot of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RTHK colleagues and I think that when we are in different positions we will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s to certain people or certain policy but in this new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I will try my best to learn from the secretary to make a good policy and I will bring the concerns of the training and employees to the government to deepen the discussion for the policy leave me for the last one we have not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to have the third round of the anti-epidemic fund however at this particular junctu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to carry out the proposals that we have made earlier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inance committee that is the AEF what we call AEF 2.0 in particular the employment support scheme has just been rolled out and we will wait and see the effects and its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also on the labour market and then decide on what would be the second change of the ESS so it is too early to say whether there will be a third round and definitely we hope that the epidemic will die down soon and the economy will soon pick up and there will be hopefully no need for the third round okay thank you last questio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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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估計最快都要到2021年年中左右的時間 才完成有關立法的工作 但取消對沖其中需要一個平台 令到那個工作做得上順 所以要等這個積金二 我們英文人EMPF的平台建立了 然後進行有關的工作便會順暢 所以時間是不急得來的 可能最快都到2023、2024這些時候 我相信到那個時候 我樂觀地去看經濟應該都可以恢復 所以現在商界的擔憂 我都會希望他們都看清楚時間表 應該到真的推行的時候 大家應該不會面對這麼多困難 那阿菲 多謝我們這位同事的提問 香港我們現在勞工面對最大的問題 就是失業的問題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失業人士 這20萬以上的人 可以在香港可以繼續安穩在居住 這個是政府需要去正視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的失業援助金 我們市坊間一著提出這件事 怎樣可以去真是落手得到 這個我想當然要在政府裏面 繼續去討論去深化這個討論 但這種的需要 這種令到失業人士可以 在香港可以過到一個安穩日子的需要 我會繼續將這種訴求 在局裏面的討論繼續打出來 我們希望我們政府的政策 是可以是令到他們可以滿足 在香港可以在這個疫情之下 可以是安穩在這裡度過的 好 謝謝 那現在是否成立 人士都一樣用力度去深取 我想這個討論 我們都會在裡面 是用這種力度去討論 當然我們政府裏面的討論 會有不同的 concern 在不同的崗位上 會有不同的角度去處理 所以我們會不忘初心 為我們的香港市民 打工仔去做事 這個是我的初衷 OK 好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